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5月22號晚上11點45分 那今天這個先豐富的岩武四列活動算是 每天這個要打的這個已經算是結束了 所以還剩下兩天 兩天是用來這個 你可以課金去購買箱子來補足你的這個會章的補足 那可以看到我的小號正好是打180個綠翼 180個耀光的這個徽章 那我的打法就是一天有六場嘛 那就有三場是 兩綠翼配上三耀光 然後有三場是三綠翼配上兩耀光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上了綠翼的角色就是 萊卡跟蝴蝶 那上了耀光的角色就是 耀光三把要不然就是上 跟那個雷克薩斯大大戒的那個色恩喔 因為那個色恩在前期小號來說非常非常好用 可是不管怎麼樣 那我的目標就是換200個箱子 所以我的無課的小號 透過這個12天的這個活動 打了總共360個徽章 因為一天 有六場 然後一場可以上五個角色 所以說一天就是6乘5會獲得30個徽章 那我的那個搭配方式就是平均 綠翼跟耀光平均 所以這樣我就可以換200個紅箱子 好 那我們就來換吧 一次可以選10個 好 這樣子蠻簡單的 是否換200個深藤祕符選擇寶箱 好 確認 OK 好 那可是這個樣子啊 還是不夠 我們來看一下大概欠多少 好 我的羅萬是21喔 為什麼是21呢 因為20到21只要10個箱子 所以就加減一下這個基本的數值 好 快速填充 好 這樣是22級 23級 24級 好 到了25級 閃避加了20 也是不錯 因為那個羅萬有的時候會把他擺在前排 好 26級 27級 哇 好 所以我還差多少呢 我現在是 再來還差90嘛 因為29跟30是40跟50 所以我現在只有25個箱子 我還差 哇 我還差 可能沒有那麼多 40跟50 我還差55個箱子 55個箱子 55還是65 看一下 28到29是40 OK 我還差65個箱子 不好意思 是65個箱子 好 那65個箱子應該怎麼獲得呢 如果說你要去異界迷宮買的話 我的鑽石的話大概可能半個月可以買10個吧 所以我應該是在等下一個活動就可以到羅萬30喔 好 那這是先鋒服的這一個 炎武試煉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正式服喔 正式服的話 這個全球錦標賽 我現在目前就是在大師喔 因為我一上傳奇很快就會被打到那個大師階級 所以上面競爭的非常激烈 那我也不急著現在搶喔 因為 就算你現在跑到前面的名次 你還是會被打到後面 雖然說他的那個 活動的規則是說 當你上到這個傳奇的名次 你在前兩名內 前兩名內不會被挑戰 對不起啦 後兩百名啦 也就是說 你要打到1到299名 你才不會被挑戰 但是你在1到299名 你還是會被傳奇的這個300到500名的選手挑戰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難顧喔 你就算打到前面去之後 你也會慢慢被打下來 但是你上到大師之後 就不會再掉結了 上到大師就不會再掉結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賽季獎勵 大師賺11賺12 所以如果允許的話 你趕快衝到大師階級的話 歸著然後你就可以每天 算是放置養老 等到活動結束再來拚就好 怎麼說呢 譬如說這是我的紀錄 我昨天被這位大大打到 大師的階級之後 就沒有人再打我了 所以說在大師的時候 應該就不會再掉結了 像我這樣子啊 然後就是加零加零加零啊 勝利勝利 可能是 別人沒有打下我吧 可是不管怎麼樣 你也不可能永遠守住 所以我覺得大師跟傳奇這邊打來打去 我就沒有放 太多的得失心喔 反正被打回大師之後就不會再掉結了 那就每天打完三次 然後把那個什麼次數買到100張就好 因為現在次數很便宜嘛 所以你一天買個兩次 十賺十賺 然後慢慢累積的話 要累積到100張券 不是什麼問題喔 那等到最後一天 然後這個5天8小時要結束之前 你射個鬧鐘 5分鐘前的時候上線 然後拼命打拼命打 就是拼命打 不要掉結就好 那其實 鑽石一 欸對不起 大師跟傳奇這兩個階級啊 他唯一差別就是800個點數 800點數確實是很多 但是影響的也就是 也就是一個框而已 也就是一個框 所以有沒有這個框 我覺得影響不到 因為其實200跟 跟這個框就是差一個這個小皇冠的差別 那當然說這個 對後面的這些框影響很大 但是頭像框這個我覺得 就算你是免費的玩家 後期的玩家你也不用擔心喔 因為隨著遊戲的慢慢的 進行啊 他總是會推出一些免費的頭像框可以使用 好 那我今天我都還沒打喔 所以我們來隨便 隨便挑一位大大打 好 然後他的這個 戰力可能比較低一點 然後你看 今日剩餘獲得獎勵次數是3-3 所以我只要隨便打個三場然後獲得獎勵今天就可以休息了 好 打輸也沒關係 因為打輸也會有這個獎勵 好 亂打 整個就是盲打 好 2-4 輸了 獲得504K 金幣 也是不錯 然後再來 再挑這位31M的463級 他的等級是276比我高 比我高一級喔 打贏了 2797經驗 也是不錯 那我升到傳奇了 但是 這個升到傳奇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 因為大概我睡個覺起來很快很快又會被拉下大師 反正就是我又大師啦 我又傳奇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還有最後一次喔 最後一次就隨便打隨便打 隨便挑一位大大打 獅子都30了 獅子都裝武30了 那應該是一位算是比較厲害的大大 看有沒有什麼比較簡單一點的 這個的裝武看起來比較普通喔 好 那就試試看打這一位大大好了 輸掉好 沒關係 獲得了163粉塵喔 所以說真的很低 那我打完這樣子三次之後 我今天就不會打 因為我覺得明天早上起床之後 我很快又會掉回大師 但是掉回大師其實也沒什麼關係喔 因為很快就可以升回來了 那只要在這個活動結束之前 想辦法擠到傳奇 擠到傳奇就好了 所以這是我目前的這個目標 所以我最後的100張券就是留 就是留到活動結束前的 5分鐘 然後一口氣就是狂打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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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回到這個先鋒符啊 先鋒符這邊喔 炎武試煉我有說我的羅萬打算是 打算先讓羅萬上裝武30 所以我其他角色都沒有換 肥料也沒有換 什麼普通抽啊 金銀裝武都沒有抽 都沒有換喔 那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因為說其實建議遠征啊 你大概玩了一般五小課的玩家你玩了半年可能都不一定會有一隻 裝武30的角色 像我的主號我就是練錯嘛 所以說 當我意識到說羅萬要30的時候我已經推到27 28 所以更晚喔 所以那個紅裝武的這個箱子啊 獲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的小號我已經玩了大概 我覺得4個多月有了 4個多月 那4個多月的話其實我也還沒有一隻角色 有那個 裝武30喔 所以我至少可能我覺得還要再過一個月我的羅萬才能 才能夠上30喔 所以建議遠征是需要一個 慢慢去跟他磨的遊戲 那最近出了幾隻新角色啊 那順便再來閒聊一下這個有關於心願清單啊然後 簡單的一些裝武的配置喔 第一個上專武30的還是羅萬嘛 這個應該是不用考慮因為羅萬基本上他就是個 雖然說 不是很平民但是你應該就是 新手的話會永遠的把他放在心願清單喔 除非他上紅之後才考慮下來 那他的專武也是第一個要上30喔 就算是就算是大佬的這個 神魔國家隊 他還是會配一隻羅萬就是羅萬魅魔 雙子哀茲跟鳳凰 好那第二位上30的話我會建議光弓或是埃龍因為這兩隻就是在女妖 女妖之遠征後期之後他可以 取代就是女妖無力之後的那個主攻手尤其是光弓 光弓是自成以格的這個打手 他跟誰配都很好配 那 以上三位上30之後你可以把幾個主力啊或是有加極速參數的先上25 好那現在就是開始閒聊一下就是有關於心願清單 那心願清單的話我的優先清單的這個1跟2的意思就是說 1就是你一開始後你是新手你進來的時候你就把這個放到心願清單裡面 然後當1已經上神話 或是說你現在這隻角色是紅加然後也存夠4隻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角色放下來換換換換那個2 所以順序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好那我們來講 耀光的話基本上應該沒有什麼變了就跟我之前的影片一樣 光盾 女僕 羅萬 這個是耀光三寶 那女僕的話可能會最近會快一點因為那個女僕現在在高階換得到 然後光弓跟光法 光法在高階也換得到 所以光弓比較麻煩 因為那個光弓在高階換不到 所以我覺得光弓可能要一直放在裡面 那福克斯的話也是高階換得到 那福克斯的話我覺得 他可以叫做是小雙子 小雙子 因為他可以解除隊友的負面狀態然後他又可以關一隻 敵人把一隻敵人關起來跟蝴蝶 跟蝴蝶的功用一樣 所以我覺得福克斯啊有的時候 我使用福克斯比雙子還好用 當然雙子是無可替代 只是說有時候推圖上的戰略考量的話你上福克斯的話 福克斯一開場把一個人關起來的話其實那個我方的那個 錢 怎麼說呢就是受到攻擊的這個壓力會少一點 第二個就是女騎士嘛 這個在迷宮商店也換得到 然後木盾我也會就是慢慢流走 但是女騎士會比木盾優先 因為女騎士 除了他好用之外他在迷宮商店也換得到算是比較平價的角色 那奧斯卡的話就是慢慢擺著放 好那可以吃的角色就是 瑟恩雷恩李格比 這三隻大概是目前來說不怎麼會動的 就是 吃掉他毫無懸念 那活動或許會用到就是曬希莉啊 那可是耀光帝國的問題就是說他的每一隻角色都非常非常值得烈 所以你如果是五小顆的玩家的話 你會非常非常的欠耀光的這個肥料 那所以才會說你有種族無勸的時候畫的話全部都抽耀光基本上 不大會錯 那其他的種族的話 你 會需要的目的頂多就是打打種族塔 去拿打主線任務啊 所謂的種族塔就是這個東西喔 總族塔基本上應該基本上推最高的應該都是曬光帝國 因為曬光的這個角色最吸權 那第二好推的大概就是 綠玉或者是亡靈喔 因為那個亡靈的話你前期是用女妖嘛 所以亡靈會推的比較高 那滿血是最難推的 但是四個種族塔在前期送的支援蠻不錯 除了有大量的肥料之外還有那個T1T2的裝備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主線任務 主線任務的話平均四個 高塔的這個進度推上去啊 會送一些不錯的獎勵 我記得是每四個種族 當每四個種族塔的那個進度多推20層都會有一些很不錯的這些獎勵 所以我覺得四個種族的塔還是要慢慢的往上推 但是如果說真的 真的是支援很不夠的狀況下你把種族抽全部都留給耀光帝國 或是說種族的那個紙抽啊你在那個 酒館獲得一個那個隨機的種族紙卡 不知道要選哪一個職業 要選哪一個種族喔 你選擇耀光帝國基本上都不大會錯 OK好 那我們再回來看這個握的檔 那賽系列的話目前我覺得 使用上大概只有在活動 牛群夢境有看到 推圖的話我覺得他沒有很好用 因為他一開始閃現到後面去 並沒有說很強勢的打斷敵人動作 也不像奈拉這樣可以一直把人家拉住 把人家控住這個樣子 那你頂多期望他說他是什麼 把那一隻角色的那個攻擊力降低 但是他頂多只是 控住那一隻角色 而且也不能說控住 因為他並沒有說一直打斷人家動作 所以我覺得賽系列他是比較偏 偏傷害的角色 那正好他可以在牛群夢境中上 就前幾把他吃掉我覺得影響也不大 那滿血的心願清單其實也沒有變 就是獅子 克萊索斯 然後斯克雷格 迷宮商店 這是迷宮商店可以換到這兩隻 然後狼人薩菲亞老鷹 這三隻應該也是不會動 尤其是薩菲亞 薩菲亞是必戀的 那斯克雷格我覺得他是一個蠻不錯的坦 獅子是足坦因為是鎖血嘛 那第二個坦的話其實可以給斯克雷格 克萊索斯的話他在打種族坦的話 他傷害理不錯然後他的全隊的那個 吸血的光環也很好 那狼人薩菲亞跟老鷹這三隻就是抽不到 所以比較麻煩 但是薩菲亞是後期我覺得是必戀的角色 他跟埃隆啊跟光弓啊其實也都可以搭配 他的結界 那第二個就是趴趴熊 趴趴熊的話在 最近是不是高階可以換得到 還是高階不能換到 我來確定一下 我記得高階好像是安丹德拉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商店 高階競技場 喔 可以耶 是盧米蘇跟趴趴熊跟安丹德拉 但是我覺得一般玩家應該也不會 拿高階必須換趴趴熊 因為你如果說你真的要換趴趴熊的話 你要換 福克斯又或是光法又或是哀龍又或是女僕 又或是洛桑 那你如果說等到要換趴趴熊的話你應該會要考慮換埃茲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埃茲跟阿塔莉亞選的話 我會選擇先上埃茲 那這個提過 所以正不珍貴的資源的話我覺得 趴趴熊 我自己是不會考慮換 換趴趴熊 好 所以說雖然說他在高階可以換 但是我不建議趴趴熊 在使用這麼珍貴的高階筆去換 如果是迷宮商店的話那就推薦了 但是因為他是高階筆 那高階的話你會跟 女僕阿哀龍阿這一些 一線的角色去搶 搶那個高階筆 然後再外加 外加那個阿塔莉亞跟埃茲 所以我覺得趴趴熊的話不要再高階換 但是趴趴熊打活動很好 所以就 幾個主要的角色練完之後就一直把他放到情願清單吧 好那可以吃的話其他的我都覺得可以吃 因為那個一般玩家不會投入太多資源給蠻血 所以就 不是不是這些主力的角色有就直接吃掉 因為實在沒辦法 因為你的那個蠻血的那個肥料應該是會很淺 好 那綠玉清單的話我這邊還是 怎麼講這四隻是應該是萬連不動 這個萊卡塔西小羊 萊卡就是兔弓塔西就是蝴蝶 小羊這三隻是綠玉三寶 那綠玉三寶的話我覺得不大會動 就算小羊可能會有一些 就算小羊我曾經有動搖過 我一直在想說小羊會不會被梭莉絲取代啊 然後小羊是不是要換其他角色 但是我在推綠玉種族塔的時候我發現 小羊還是一個蠻穩定的一個續航力的一個角色 因為你在推綠玉種族塔的時候你沒有裸萬這個補血機的角色 那 埃隆吸過來之後又很常死 那萊卡跟塔西都是皮薄的角色 那大樹 烏龜跟西瑞士的話我會推薦 烏龜 那反正就是這五隻角色都沒有 都沒有可以補血的角色然後又皮薄很容易死 所以我覺得小羊的這個重要性就就蠻大啦 然後這張小羊也是在迷宮商店換得到 所以我覺得小羊啊上紅開專武的時候他的那個補血量 普通工藝就可以補血 那個補血的那個續航力就感覺很明顯 再加上他的那個補血補滿之後可以轉化成護盾 也是對全隊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效果 那他有可以提供隊友增加能量的那個那個功能雖然說不是很明顯 好 然後埃隆的話是綠玉的主打手也是後期推圖必練的角色這個也是一定要放進去的 那他的新階再高都不會浪費 好索羅斯是最近新出的角色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雖然說我的那個測試不多但是牛曲夢境基本上他是牛曲夢境取代 啪啪熊的一位星星之星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疑問喔 那他在異界迷宮4的時候他的效果也不錯 他本人也很能打傷害力很夠 那他的開的大招之後也可以對自己有不錯的保護 所以我會優先把索羅斯放到清單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烏龜 就是烏龜因為我覺得烏龜還是很實用彈來彈去然後開場給自己護盾 總是可以活久一點 然後再來是洛桑 高階活動用啊然後他跟古王反傷 古王反傷我幾乎都會上洛桑就是把 把遠遠的地方啊然後打那個 古王打不到的人就把他這樣子連來連去這樣子 好那可以吃的話我的這三隻角色還是不便喔大樹 然後希瑞絲跟卡茲 卡茲可能有人想練但是我覺得 以目前這些角色來講我覺得 我會放棄卡茲然後這三隻都吃掉 那大樹跟希瑞絲就是 老問題嘛 他們 我的那個主號都有五星 但是他們就是站在那個地方然後 沒有什麼 開場沒有什麼很很強勢的表現然後就直接站著就死在那個地方 所以真的是比較偷偷 好 那索利絲的話就是我原先對他非常非常期待 但是因為現在並沒有說穩定獲得這些 新角色的管道 然後在 前面這些角色綠三寶 埃龍我覺得是壁裂 然後後面又多出了這一隻 算是扭曲夢境的這個 傷害的一個新的藥角 索羅斯之後 我決定 我決定我的小號捨棄 然後 練索羅斯 也就是說索羅斯的這個肥料就是 就是 就是說要練索羅斯所以我把索利絲的這些肥料全部都給索羅斯 所以大概這個小號的這個建議是這樣子 但是索利絲並不是廢角 只是說在資源不足的狀況下我會選擇把它吃掉 OK 好 那亡靈的心願清單啊基本上也是沒有變 就是跟上一次的那個 我之前錄的那個說明是沒有變的 古王這個是必戀必戀必戀的角色 那他也是 亡靈種族塔的主坦 然後 骨弓 骨弓法律這也是必戀的 建議的話專武的話先上20先上20 那奈拉我也覺得是必戀因為他的單拉 很好去控制然後他拉住那個人之後他把人家 他會把人家摔倒 踢倒然後在那邊踢踢踢 那這個踢踢踢的這個 把人家踢踢就是把人家 半倒然後在那邊踢的這個過程 就等於是把那個角色給控住 那個角色他就不會做攻擊的動作 所以他除了開場拉人啊打斷人家開場的動作然後 一直拉一直一直把人家半倒一直踢啊 就可以讓對方的那個那隻角色的動作少動好幾下 再加上說他的那個大招可以把獅子的索學斬掉 所以就是 是一個蠻可以靈活運用的這個控場的角色 那我前期的話我很喜歡用一個隊伍就是 耀光三寶配上骨弓跟奈拉這樣子 好那女妖學米拉基本上這也是不用考慮 這是新手上必烈 但是他上神話之後就可以準備換 換二線的這個角色去換 好那二線的角色的話我會選擇乾瑟跟這個新的這個角色 尖孝之海 霍里奇托兒跟波特 因為我覺得這一隻角色他 他的定位是坦 坦 那我覺得 怎麼講 亡靈還蠻需要一個不錯的坦 當然伊索爾德也是但是新角色總是會 總是設定應該是會比較強啦 也不是應該啦看這個新角色的這個敘述啊 他開專武之後他的那個骨鞭 骨鞭可以疊加他自己的攻擊跟防禦力然後他的骨鞭傷害也不錯 然後 他會有一招會讓敵人的那個移動速度下降 那整體來說 如果說雖然說伊索爾德加到30 他也可以免疫 免疫控制我們來看一下伊索爾德的說明喔 我們來看英雄圖鞭 伊索爾德跟這個新的這個尖孝之海的那個角色加30都會進入到免控的狀況 但是這個免控的條件有一些不一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伊索爾德 伊索爾德是30 化學風暴技能期間免疫控制效果 什麼是化學風暴呢 化學風暴就是他的大招 也就是說伊索爾德在裝530的時候他開大的時候這18秒內 他會免控 所以就是大概這個樣子就是開大之後他就很強 然後 再看一下裝備 那加10的話是要敵人死的時候他會15秒內 他會獲得減傷 然後加20的話就是15秒內 這個減傷50就是更能坦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新的角色 新的角色的話就是 這個是5次嘛 5次會讓敵人這個減少最大生命值 好不好用這還需要測試 那這個死靈衝擊我覺得很不錯 因為這個敵人會有8秒鐘 這個 這個有100點的減速 我覺得這個時間還蠻長的 那這個致命切割傷害力非常非常大 然後又給偷生命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他的一個特色雖然說他這個使用完之後古鞭會碎裂必須要等他恢復 第4個是回收屍骸 回收屍骸我覺得 這個要看狀況 可是他回收屍骸之後他的那個古鞭就會恢復 那古鞭恢復的話就會觸發到這個專屬技能 專屬技能就是每次長出古鞭 那在戰鬥結束之前他就會提升10%攻擊力跟20%防禦力 再到那個戰鬥結束前喔像那個伊索爾德他是說開大招的這個期間然後 好像只有15才是18秒吧 所以那個 這個新角色新角色來講 他會比較乾脆一點就是他開了大招就像鳳凰一樣一直疊加上去 基本上疊到6次的話就是 攻擊力加了120% 防禦力加了240% 那麼多 那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專武又有加防禦所以也可以說 他一直開大然後吸收場上的屍骸 就算他沒有一所的這個什麼大招期間減傷多少 但是我覺得 他的防禦力這樣疊上去也是非常非常恐怖 好加30 累積長出3次古鞭 3次古鞭的話你可以想說大概就是開3次大 因為那個 他去那個三連打然後古鞭斷掉 那個三連打之後古鞭斷掉之後他只要開一次大或是吸收一次古骸 場上的屍體他就會長出古鞭 那3次之後如果加30的話他就可以免疫控制效果 不像那個伊索爾德 伊索爾德是要開大 開大了18秒內才免疫控制 他這個是只要長出3次古鞭之後他就可以免疫控制效果 然後再加上 場上越久然後古鞭斷這樣子 長了越多次然後疊了6次 疊了6次可以知道說這個攻擊力跟防禦力加下去應該會比 伊索爾德還要值得期待 應該是比伊索爾德還要值得期待 因為伊索爾德你必須要等他開大 必須要等他開大 伊索爾德的攻擊跟防禦力也並不會提升他只是自己減傷 伊索爾德的話他本身會有這個 自命雙霧他可以讓人家暈眩 但是這個範圍不是很大 因為那個時候特異界米光的時候覺得這個範圍不是很大 所以我覺得要靠伊索爾德的暈眩 沒有 應該是效果沒有那麼好 但是這個新的角色 他好像沒有令人暈眩的這個控場效果 但是這個怎麼說勒 死靈衝擊還是可以讓人家減速 而且減速是拿到100點的減速 所以我覺得這個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因為那個雙子的那個加速只有75點他的減速可以到100點 好 那剛剛這個講那麼久 所以我把我後來決定把這個尖孝之海放在第二批一鍊的這個亡靈的清單 那他或許 可以取 可以當作是這個亡靈種族塔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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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塔 那乾涉的話就是在這隻角色還沒出現出現之前 我基本上現在我的那個主號推到200多層的亡靈種族塔的時候 我的那個雪米拉已經退場然後就變成是乾涉的上場 那乾涉的話我就把他擺在前面 因為那個乾涉 第一個他有冷卻免傷的效果就像蝴蝶跟羅腕這樣子 可能只是乾涉的時間比較長 他好像10秒鐘可以 可以冷卻免傷一次吧 然後第二乾涉死掉之後他還可以繼續打 所以讓乾涉擺在前面其實也不是很擔心 反正他死掉之後還能繼續打然後又有冷卻免傷的效果 好那另外就是活動或許會用到就是巴登他在高階換得到 但是高階的資源那麼強我也不是很建議就是說 巴登在高階換 你或許可以考慮把巴登放在那個心願清單然後慢慢慢慢去練 那可以吃的話 這三隻我覺得 還是跟上一次那個說明不變 伊莎貝拉伊索爾德跟那個末日敬畏 那這三隻其實都不是廢角但是跟其他的角色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這三隻還是可以吃喔 伊莎貝拉就是因為基本上 他的風頭全部都被女妖女妖給搶了 那當女妖開始武力之後 就是埃隆跟光公的天下 基本上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伊莎貝拉要出來的機會 完完全全被這些更強的這個砲手都搶走 就算是那個 就算是怎麼講 算是耀光的重砲手跟王林的重砲手 伊莎貝拉算是單體的重砲手 但是他的那個光環還是會被光法 光法給搶走 你與其練伊莎貝拉你不如練光法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伊莎貝拉是一個 比較尷尬的角色 好 那這個四個種族的清單就大概介紹到這邊 那這個 我的仙光浦的小號可能還要再歸一個多月才可以讓國王 才可以讓羅萬上 上30吧 那我的那個小號 23張 我也是目標是等到羅萬上30之後 再開始推這個23張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影片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